上次上課的話基本上我們是把那個304題 等於是A跟B兩個品牌的那個圖表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要把那個A跟B的品牌 怎麼樣同時放在這個一個圖裡面的話 用上部圖 這個打錯一個字 然後顯示A跟B品牌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是上次的那個重點 所以特別是假設你先畫一個圖 你要把第二個圖的資料 B品牌的圖的資料放進來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用新增的 那你必須要修改它的那個來源 才有辦法去把第二個圖給繪製進來 這個可能將來應該會遇到吧 比如說你可能也不只一個資料 兩個要比較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畫在一張圖裡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306 306的話呢其實是繪製一個什麼呢 組合圖 那所謂的組合圖就是說 它可能兩個資料 兩個資料它的數據其實差距還蠻大的 它好像是放款吧 就是放多少錢 然後預期幾年吧 還是幾個月 OK 所以呢放款是幾百萬的 然後呢預期大概是幾個月的話 數字很小 所以如果你還把它放在同一張一個軸裡面的話 其實是不OK的 那怎麼辦 那就可以用組合圖 組合圖其實比較大的概念 第一個 兩個圖其實可以畫不一樣 一個是直條圖 一個可能是折線圖 然後另外的話呢 組合圖它的左邊一個軸 右邊一個軸 比如說左邊可能它 它是什麼 它可以是它預期多少錢 比如它買房子好了 那比如說它這個借了四百萬好了 OK 那另外一邊 右邊的軸 就是預期多久 那看這個數字怎麼 怎麼把它這個組合在一起 所以上個禮拜大概是針對有關 這種 比如說你如何再把新的資料放進來 跟組合圖把它繪製出來 大概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一樣是第三類 第三類後面還有308跟310 那我們把它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第三類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前面已經上了三題了 主要是這個圖表 那個統計圖表的建立跟應用能力 其實主要我們上個禮拜 就是圖表的 應該是什麼 資料的調整 應該是圖表的資料來源圖 等等的那個設定 還有組合圖 那今天的話 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308 308題 那308題的話 基本上它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樣按照題目要求來 先把它的那個題目 需求稍微再看一下 我是覺得它這個題目 設計的已經算是 至少比以前的那個版本 還來得更人性化一點 因為以前的版本 我記得連那個題目說明都沒有 以前這個題目說明是沒有的 可能是因為太多人了 光直接看題目 就會覺得 哇這到底是問什麼 我會搞不清楚 因為題目太難理解了 所以它就多一個題目說明 但是即便有題目說明 你直接去看那個 有沒有 它的那個 底下的應該是這個設計項目 你會發現還是 如果直接看 還是有 有些地方還是會看不太懂 為什麼會特別看不懂啊 我是覺得 可能你在那個 Excel裡面的功能 應該也 第一個啦 可能也不是 那麼了解 比如說像 它這邊會提到 有關 工作表啦 或者範圍名稱啦 像這些其實如果 假設你平常有在 使用Excel的話 應該會比較知道在哪邊 但是如果你對於 這部分比較不熟的話 會可能會 突然會找不到 甚至看不懂題目在問什麼 OK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來 逐一來看 當然這一題 我們在 308這一題 它的題目叫什麼 銷售訂單統計表 所以 顧名思義嘛 賣了多少東西 那它做一些統計 這個結果 那這個難易度為中 OK 那 底下的說明是 某某公司 的主管 想要針對訂單資料 做一個檢核 他想要利用呢 Excel的 這個函數 V2函數 核對資料 所以關鍵 V2函數應該以前用過啦 我們上課其實用蠻多的 而且這個在工作上 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說 利用V2函數可以幫我做一些資料的查詢 但是它的查詢 有個缺點 就是它查詢一定要是 完全一樣 它沒有辦法做關鍵的查詢 所以V2函數查 一定是一模一樣的資料 才有辦法比對出來 那如果你想說要找那個關鍵字 那就不能用V2函數 通常要找關鍵字的話 我們一般會用什麼 還記不記得 之前用過篩選有沒有 篩選裡面包含 包含就可以 OK 好 然後呢要利用它有關鍵 就是一定要用這個函數 做核對資料 並且統計每一種紙類 所以這家公司應該賣紙的吧 OK 銷售數量 數量 然後繪製圖表 進行分析 OK 而且它這邊有提到說 由於各種紙類的銷售量相當懸殊 所以必須要用子母圖來呈現 所以子母圓形圖 它有強調 將數量小的資料放在紙圖中 這樣的話 兩邊顯示才會比較恰當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我們有用過圓形圖 但是沒有用過子母圓形圖 所以趁這個機會 我們來了解一下子母圓形圖 用在這個範例裡面是不是恰當 OK 那大概知道一下這個題目的一個背景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題總共有幾道題啊 1到ABCD 然後2的話就一個 3就是ABC也到1啦 所以總共有三個小題 那我們分別 逐一來看一下 那首先當然我們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那當然你打開這個 這個 Essale檔案之後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觀察一下 無論你將來是什麼地方 建議先知道一下什麼 底下的那個什麼 工作表到底有幾個 有沒有 總共有三個 分別是訂單 那第二個是銷售統計圖 第三個是產品價格表 那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這個叫銷售統計圖 可是目前沒有圖 應該是要叫你畫 我想後面應該這個地方就是要叫你把子母圓形圖畫在這個地方 OK 但是你看啊 如果你要畫圖之前一定要有欄位 是一個名稱 加上它的數量 所以數量一定就是它要你統計的 OK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工作表是產品價格表 價格表在這邊 就是假設你賣的是A4的銀印紙 賣多少錢 賣723塊 成本的話是650塊 中間大概賺多少錢 中間大概就賺73塊 你說73塊很好賺嗎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這利潤抓蠻低的 沒有50% 理潤它應該算是不好賺的 很多產業都會超過50% 但是有一些產業真的就利潤抓得很低 尤其是競爭越大的 大家都有 你到處買多 像A4銀印紙 太多地方在賣 所以這個利潤基本上 它沒辦法抓得很高 那B4的銀印紙 它大概這個地方賺多少錢 那賺350 好像賺比較多 為什麼A4好像賺比較少 B4賺比較多 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A4太容易買到到處都有 那B4的話量可能比較小 所以它可能利潤抓得比較高一些 其他彩色銀印紙 彩色銀印紙也抓得蠻低的 OK 然後還有就是相關的尺 所以這家公司應該都算賣 賣紙的 OK 那這個紙也有可能是 它是跟人家 算是批發來賣的 也有可能是他們自己嘉義也有工廠 當然也有很多種情況 它只是想要統計出訂單的相關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逐一來看一下它的需求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訂單的一個相關的狀況 所以將來如果你們到一家公司去 如果是小型公司 它不太可能說會去建立一個系統 那可能就是說 如果它要去計算說 這個什麼 貨品的進出的狀況 比如說你們將來也有可能自己創業嘛 比如在蝦皮或露天賣東西的話 那說真的 你不太可能說自己還要 特別為了外面找人家幫你寫個程式 然後去統計你的進銷存 不太可能 通常會用Excel來做這件事情 那用Excel是最恰當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每一台店都有 第二個Excel也簡單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說該怎麼做 因為我常說到那個信件 就什麼 因為都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就傳信問我說 老師我看到什麼什麼影片 裡面什麼什麼功能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寫這樣的功能 當然有一些是直接叫我幫他寫 有一些是直接問我 老師可以幫我報個價錢 我說真的 我這種信我都 甚至剛開始還要回一下 如果我沒幫人家 後來我剛才連回都不想回了 因為實在是怎麼說 是可以幫他做啦 可是問題是 我現在可能不想賺這個錢 OK 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的主業不在那邊 當然你說老師 那你將來可不可以額外收這樣的費用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我可以另外在我的部落格 或我的粉書專頁上面說 我有哪個營業項目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你有需求 我可以給你一個類似的一個什麼 一個樣板 然後我可以定一個價錢 對不對 你如果OK你會找我 那我可以靠這個賺錢 沒有問題啊 那問題我的主業並不是在那邊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去為這種事情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以後如果把這個學好 我可不可以拿的 絕對可以 完全沒問題 但問題你要想說你的專業夠不夠 如果你專業夠的話 你是真的可以拿這個 幫人家規劃 幫人家設計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都有這樣的需求 但他們專業能力可能不夠 那你可以幫一點忙 我覺得這合情合理嘛 你是付出你的老 你的應該算你的專業 然後幫人家做出一個結果出來 符合他們工作要的 對他們來說呢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對你來說呢 那你收一些合理的費用 我覺得不是雙贏嗎 對不對 OK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你跟人家收錢好像有點怎麼樣 我覺得是合情啦 我收這個價錢 我覺得剛好而已啊 我並不會覺得說 我好像收得有點很難為 就像說 之前不知道跟各位講過 有一家蠻大的一個金融機構 叫國什麼 什麼泰的 OK 反正就是那一家公司 他們找我教 Excel的課程 那主要的對象 就是他們的員工 因為他們老闆 他們總經理 覺得說他們的Excel實在太弱了 實在效率太低了 所以呢 就找我去諮詢一下 然後呢 我就想 你們要不要上一點VBA 他們馬上想說不要 老師這個太難了 OK 他們沒有那麼厲害 你不要想太 後來那怎麼辦 那交Excel 那交什麼 後來我發現 他總經理他說 最好這個可以拿來驗證 你確定說他們會跟不會 後來我想到說 不然就考證照 所以後來我想到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上這個題目 我就跟他推薦說 不然你們乾脆就上證照考試題 從第一類到第三類就好了 這樣就夠了 然後呢 上完課之後去考試 然後要考過呢 才算是通過 我覺得他們總經理 其實經理算盤也算得滿精的 一定要通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跟員工講 如果考過呢 公司幫你出錢 如果沒考過的話呢 你自己出錢 這樣感覺也滿合理的 但是我會覺得 這員工應該會滿有壓力的 光上這個課 但是我也會覺得我有壓力 因為我如果去上課 學生一直都沒考過的話 這樣我不是會覺得 好像自己沒上 不過還好 這東西其實還算熟練 所以後來就敲定了 他們上課的內容 就是上這個 總共雙數題 總共有15道題 然後上課的時數 他們定出來就18週 後來發現他們給我一個名單 好像大概20出頭格吧 學生 大部分都是應該內部的 會計相關的吧 還是他們內部的行政人員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們 有多少要來上課 然後呢 他們是有叫我報價 就是那個上課的費用 那我就報了一個價錢 不過後來發現他們其實也沒什麼意見 那個價錢我覺得 現在拿的還蠻合理的 OK 至於這個費用 就不太方便在這邊說 上課講這個價錢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回到這個題目 我們足以來看 存過三題 第一題的話 第一個就是於訂單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看懂 訂單工作表 那意思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不要連題目都看不懂 訂單工作表在哪裡 對不對 就在這裡吧 OK 第二個的話呢 完成以下 他說如果牽涉到公司的撰寫 一律喔 特別注意喔 關鍵字要看懂 一律使用什麼 範圍名稱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即便做出來結果是對的 但是沒有用到範圍名稱的話 那還是算錯 那證照考試特別注意 這個考試喔 他是電腦評分的喔 所以喔 如果你做錯 他馬上抓出來 他不會說人工月券還可以好像 好像看不出來 沒有 他電腦評分的 所以第一個喔 範圍名稱 那所以呢 根據這個範圍名稱呢 他底下有一些相關要求 第一個喔 編輯範圍名稱 他說不可更動原有的 產品的範圍名稱 然後呢 以什麼呢 儲存格A1到I的51 選取範圍的頂端列 建立名稱 然後呢 後面有個 斗點喔 不 句點喔 不包含 不過這裡應該是斗點才對啊 你來個句點不是結束了 兩者有關係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 改成斗點比較恰當 不管 這不是作文課 OK 不包含 這個客戶名稱 或交易金額的範圍名稱 完成後共有八筆喔 所以喔 那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證照考照過了 第一個就是你要完全符合他要求的每個字的動作 不能夠完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喔 如果你用自己的想法那就錯了喔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喔 他說範圍是A1到I 這個51 所以把游標放A1 然後很簡單 Ctrl Shift向右 選到I欄 Ctrl Shift再向下 選到50 應該底下應該是51 沒錯啦 看一下 欸不對喔 他選到很下面了 所以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會出錯 那沒關係改一下 改成游標放A1 然後游標再按Shift鍵之後 再點I51好了 Shift鍵按住 然後再按I51 這樣的話就可以選到對的範圍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他要定義名稱 那什麼定義名稱 我們之前講過 定義名稱的話呢 先選範圍再給名稱 再名稱方塊輸入 可是問題這個地方有幾個欄位 有A到I 應該六七八九個欄位 那九個欄位要同時把它建立起來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公式裡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就可以 不過在建立名稱之前 請各位先看一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已經有產品 我看一下產品這個對應到哪裡 產品是對應到這裡 所以這個不管 所以它這個裡面已經有一個了 那目前要新增幾個呢 新增總共應該六七八九個 OK嗎 怎麼定義喔 一先選A1到I51 二的話呢 找到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找到頂端列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幫我建立 總共有九個名稱 它的名稱都在上面 那對應的資料都在下面 所以呢 等於會增加一個叫訂單編號 它的範圍對應到A2到A51 流水號就是B2到B51 客戶名稱就是C2到C5 意思類推啦 最後是這個名稱嘛 意思對應到底下 OK 所以頂端列打勾 意思就是名稱在上面 底下就是它對應到的範圍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沒什麼變化 變化在哪裡 請各位接下來 再點選名稱官員 你會發現呢 剛剛除了我們的訂單之外 有沒有 剛剛原來的訂單那個 剛剛那個在哪 訂單 除了剛剛那個名稱之外 它已經又幫我這個啦 訂單編號 訂單編號是這個 OK 第一欄就是有沒有 訂單編號 名稱在上面 然後它對應到A2到A51 然後在流水號 等等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除了剛剛原本的那個 名稱之外 剛剛那個叫什麼 剛剛那個是不是叫 交易金額 交易日 這都有啦 然後成本 成本也有 品名 品名這個 客戶名稱 這個 流水號這一個 產品 是不是這個 產品 對 產品 所以除了產品以外 那等於是說原來一個 那再加上九個欄位 就是裡面應該算下來應該十個 那十個不對 我看一下題目好像是不是有特別要求 它這邊據點之後的話 後面再有提到說 不可包含 所以意思是說 要把這兩個刪掉 哪兩個 客戶名稱跟交易金額 所以呢 你找到裡面有沒有 客戶名稱 有把它刪掉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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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最後這個 交易金額這個 OK把它刪掉 就這兩個刪掉 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最後應該會留下 九加一 十個 然後減掉兩 應該是八個才對 二四六八 所以如果裡面假的不是八個 那就錯了 OK喔 反正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完成之後 對 它這邊還要講 一定要八個 八筆範圍名稱 所以啦 反正 我是覺得這次到考試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懂那個題目 到底要你做什麼 然後你能夠把對應的功能做出來 這樣就保證是正確的 評分的話一定是滿分 但是如果它跟你講的啊 你好像看不太懂 然後就照自己的方式做 絕對不會有分數 所以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這個 上完這個課啦 如果有時間自己要想要考的話 其實可以 真的是可以去報名 你報那個最低的 最低Label 那個是 這個入門的那個什麼 那個Label 一到三級而已 你當然把這個題目做完 去考應該就可以過了 好 那第二的話 A完成了 B的部分的話 訂單編號欄位 它有一個 因為目前是空的啦 它是希望說 幫我把這個 訂單編號 把它變成 它要的那個規則 因為目前沒有編號 但是它編號有固定的那個格式 而且它第一個要求 要使用這個函數 TESTER TESTER其實就是格式化 要把它格式化 然後格式化 它裡面有要求 它說 什麼了 訂單編號為交易日期欄位資料 然後呢 什麼呢 年與月資訊連接 然後連接的話用一槓 有沒有 用一槓方式 另外的話呢 他說要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 年、月、日 然後一槓 後面是它的編號 所以最後得到 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剛剛好 得到這樣的結果 而且你會發現 應該是年、月 沒有日耶 所以只要年、月 然後中間一槓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流水號 可要怎麼做 這有點像這樣 其實如果用人工的方式 就是它的日期 這日期應該是 而且交易日期 這邊看到是民國年 那如果你要做的話 應該要把它轉成西元年 所以2012 一槓 然後月的話是01 一槓 然後034 類似像這樣子 但問題啦 你 他考量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 如果你自己key的話 那不得了 如果裡面比數一萬比 你key到什麼時候才能key得完 所以呢 這個地方很關鍵 他就是要考你會不會用一個函數 叫做 TEA text這個函數 如果會的話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題目先把它打開 然後呢 先完成A的那個 那個第一題裡面的A小題 試試看